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撒母伊记相》第20章1到9节 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 来到若拿丹那女对他说 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 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沉索我的性命呢? 若拿丹回答说 断言不识,你逼不自已死 我副造事,无论大事,没有不叫我知道的 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 缺不如此 大卫又起誓说 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 他心里说 不如不叫若拿丹知道 恐怕他受烦 我指着永生的夜话 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离死,不过一步 若拿丹对大卫说 你心里所求的 我必为你成就 大卫对若拿丹说 明日是初一 我当与皇同籍 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 直到第三日晚上 你父亲若见我不在直上 你就说 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 百里行去 因为他全家在哪里献年祭 你父亲若说好 仆仁就平安了 他若发怒 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 求你施恩与仆仁 因你在夜话面前 曾与仆仁结亡 我若有罪 不如你自己杀我 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 若拿丹说 断母此事 我若知道我父亲 决意害你 我岂不告诉你呢? 好了 这一段经文就是说 第一 大卫向若拿丹 他的好朋友 是素罗的儿子 就报告 告诉他 他的爸爸素罗 对他的仇事 和要杀他 然后就发誓 他已经到了生死的关头 一定邀请若拿丹 帮他想办法 那 若拿丹呢 就是 因为曾经 他听到他爸爸说要杀他 那他呢 为大卫求过程 而苏罗也发誓 说 不会消灭大卫 不会杀大卫的 不会杀大卫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他呢 他呢 认为呢 他爸爸呢 就是说话算数的嘛 是吗 但是呢 大卫呢 就 就 就 请这个若拿丹呢 就代向他爸爸呢 请假 告假 那 就是呢 初一呢 就是王燕了 苏老王要摆宴席的时候呢 那大卫不敢去了 怕被杀嘛 所以就 请了若拿丹呢 就是 大卫呢 就是 告假 就是 他缺席了 不去的 同时呢 都是 观察 向若拿丹证实 他爸爸呢 一定呢 是发火 一定呢 是要追究他的 那所以呢 就是 这段经文呢 主要呢 大卫呢 向若拿丹呢 是说出呢 他已经呢 就是 到了一定要逃亡的时候了 必不得已 第十节 大卫对罗拿丹说 你父亲若用 言 你父亲若用 丽言 回答你 所以你告诉我呢 若拿丹对大卫说 你我且往田野去 依然就往田野去了 若拿丹对大卫说 于夜话 以色列的神为职 明日 若在这时候 他说 第三日 我探我父亲的意思 若向你有好意 我气不打发人 告诉你吗 我父亲若有意害你 我不告诉你 使你平平安安地走 于夜话 草草的降法于我 于夜话 与你同在 与同重前 与我父亲同在一样 他真是 很虔诚的 都相信 神与他同在 都与他父亲同在的 你要照夜话的池外 恩对我 不但我活着的时候 免我死亡 就算我死后 也说死吧 夜话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 你也永不可 向我家 绝了恩惠 不要紧要了 这句说话 说到他 遇过他的死了 于是 若拿丹与大卫 夹结盟 说 愿意说 借大卫的仇敌 追讨 被备悦的罪 若拿丹因爱大卫 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使他再起誓 我们看 这里 大卫 请若拿丹 想办法 来通报他 如果 他爸爸是要杀他的话 他要知道 你也要 告诉我 证实 你爸爸真的要杀我 若拿丹 就说 没问题的 但是先和大卫 立一个平安 和殷慈之约 立一个约 就说 我一定是会保护你的 一定会告诉你 如果我爸爸要害你的话 一定会告诉你 让你平平安安逃走 对不对 若拿丹丹在誓言里面 不幸预言了 他自己未来的死 甚至乎 都定了他爸爸 背信妄义的罪 这里说 如果我 违约的话 就 怨言就是 懲罚我 降法于我 但是 如果你 大卫 你毁约的话 那怨你的仇敌 追套 背弱的罪 但同时间 这个 苏罗 他曾起过世的话 不会是杀大卫的 但是 他怎么说 毁约 所以 他因为毁约 都要死在战场上 18节 若拿丹对他说 明日是初一 你的座位空切 人必理会你不在哪里 你等三日 就要速度下去 到你从前遇事所藏的地方 在以色列盘石哪里等候 我要向盘石旁边射山箭 如同射箭霸一弱 我要打发童子 说 把箭走来 我要对童子说 箭在后头把箭拿来 你就可以回来 我指着永生的耶华起誓 你逼平安无事 我又对童子说 箭在前头 你就要去 因为是耶华打发你去的 至于 你我今天所说的话 有耶华在你我中间为政 直到永远 大卫就去藏在田野 到了初一日 王坐直要吃饭 王照常坐在扣墙的位上 若来丹士立 厄里尔坐在素罗旁边 大卫的座位空切 然而这日素罗没有说什么 他想大卫如是 偶然不结 他必定是不结 初二日 大卫的座位还空切 若来丹士问他儿子 若来丹说 耶华的儿子为何坐日 今天没有来吃饭呢 若来丹回答若说 大卫切求我用他往百里行去 他说 求你用我去 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 我长兄吩咐我去 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用我去见我的弟兄 所以大卫没有父皇的席 我这里看就是 约拉丹请大卫等三日 三日在圣经里面也很有意思 第三日神做这个树莫 静悟有生命 是吗 第三日知道 你是不是要逃亡 逃生 而且 用一个方法就是射箭 射箭为暗号 你告诉他 到底 索罗 是要杀他 还是会对他好 没有这件事 所以 大卫生死的关头 很重要 那么这个暗号是怎样的呢 这个射箭是怎样的呢 约拉丹就 用一个方法 射出一个箭 距离软 射过盆石 表示 大家关系好 不要试的 我爸爸不会杀你的 但是如果我爸爸是要杀你的话 那箭射得短点 在盆石前面 所以呢 这个箭射出去的距离 代表 一个 空和吉的一个关系 箭是盆石的 后面射得很长 表示 就是 戴卫和他爸爸的关系 是 坚如盆石 量好的 长远的 是吧 但是如果关系不好 就快破裂了 那箭射不远 都过不了盆石 就是恶训了 最好意思 这个箭 长短 都有意义的 蘇罗在第二天 第一天 就猜 大卫没有出席 一定是 就是 中了 受了伤 中了 或是受了伤 不结 打仗受伤 不要来 但第二天都不来的话 他可以怀疑了 为什么不出席 我的延迹呢 是吧 他就追问了 约拉丹 因为约拉丹和大卫最熟 就知道大卫的事 他就想问约拉丹 大卫的行踪是怎么样 那约拉丹就回答了 因为他跟我告假 我代他跟你说一声 他不行了 他就回家 家里有宪制的事情 回家了 回家了 这个时候 我们看圣经 约拉丹就向约拉丹发怒 对他说 你这还紧背役之苦人所生的 我豈不知道 你喜悦耶稀的儿子自取羞辱 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妈 耶稀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 你和你的国位 迫站立不住 现在你要打罚人去 将他捉拿交给我 他是乖死的 约拉丹对父亲素罗说 他为什么乖死呢 他做了什么呢 苏罗向约拉丹轮枪要前客 约拉丹就知道他父亲 决意要杀大卫 于是约拉丹气愤愤地从直上起来 再者初二日没有吃饭 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 就为大卫受烦 此日早晨 约拉丹按照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道田野 有一个同志跟随 约拉丹对同志说 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走来 同志跑去 约拉丹就把箭射在同志前头 同志到了约拉丹落箭之地 约拉丹呼叫同志说 箭不是在你前头吗 约拉丹又呼叫同志说 速速地去不要延迟 同志就拾起占来 回到主人那里 同志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只有约拉丹和大卫知道 一个暗号 我们看到 素罗终于向约拉丹发怒 其实是说粗口 这些说话是很不雅的 骂约拉丹 说他维护大卫 站在大卫那边 就是与他为敌 所以就是觉得 大卫缺席 为什么用他缺席 为什么去告假 不批准的 又觉得 又觉得 约拉丹是帮大卫说好话 站在大卫那边 那个立场上 所以 素罗就很生气 因为素罗一向就是生气大卫 看到他的儿子 就是 维护大卫 还让他 请假不来 素罗就向约拉丹指出 大卫将奪走他的国位 就是 那你 维护他 维护他 你和你的国位都没有坏了 所以就 命令他要去 捉拿大卫回来 那么 第三点就是 约拉丹知道素罗 是 他爸爸要杀大卫之后 那就很伤心 很难过 为大卫受罚 又很生气 生气他爸爸 不守信用 明明起誓 不杀大卫 现在要杀大卫 那么唯有 叫他同志 去执箭 射箭 就 给大卫暗号 告诉他 他爸爸要杀他 关系不好了 箭很短 射在盘石之前 表示大家的关系 不能继续 箭不能再射完 没有了 短了 关系不能发展 破裂了 坏了 你快点走 好 我们看 二十章四十字到四十二节 和二十一章一到六节 约拉丹将弓箭交给同志 吩咐说 你拿到成里去 同志一去 大卫就藏盘石的南边出来 苦苦在地 败了三败 二人亲嘴彼此哭一 大卫哭得近痛 约拉丹对大卫说 我们二人曾指着 约拉丹的名喜细说 约拉丹在你我中间 并你我后裔中间为静 直到永远 如今你平平安安地去吧 大卫就起身走了 约拉丹也回城里去了 大卫到了 约拉丹祭司 阿希美勒 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 问他说 你为什么独自来 没有人跟随呢 大卫回答 祭司阿希美勒说 王吩咐我一件事说 我棲显你委托你的这件事 不要使人知道 故此 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武处等候我 现在你手下有什么呢 求你给我五个饼 或是别样的食物 祭司对大卫说 我手下没有尋尝的饼 只有圣饼 若少年人没有亲近苦人才可以吸 大卫对祭司说 实在若有三天我没有亲近苦人 我初来的时候 虽是尋尝行路 少年人的器皿 还是结症的 何况今天 不仅是结症吗 祭司拿圣饼吸他 因为在哪里 没有别样的饼 只有更换新饼 从叶华面前 切下来的陈切饼 首先我们看看 若拉丹和大卫再一次 起势永别 很难过 知道 不能再相见 因为大卫一走 走难 不知走到什么时候 他爸爸要追杀他 对不对 可能就不会再见面 所以非常之伤心 大家就痛哭 彼此告别了 事实上 这个经文记载之后 若拉丹就战死沙场 再也没有见到大卫 所以一个少年人 青年人的一种感情 就是友谊 就这样分手 很难过 大卫图祭司 阿希美拉丹 阿希美拉丹 阿美拉丹是以利的孙 即是真孙 即是后代来的 去到那里 他就跟他说大话 就拿了陈切饼 后面我们会看 大祭司 给大卫的饼 虽然是换下来的陈切饼 不过按着律法的规定 只是可以给祭司吃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问一个问题 阿希美拉祭司 拿这个陈切饼 给大卫吃 是否违背律法呢 这里我引用马唐辣 注释的一段话 陈切饼本来应当给祭司吃的 阿希美拉看着大卫的需要 和生命重于忠构礼仪 就把圣饼给祭司吃 这件事证明 爱人是更高的律法 很多世纪以后 到耶稣基督 就引述这件事件 说明 旅行神的律法 不可以 没有了这个同情心 救命和行舌 是神更大的律法 主耶稣 认可这一种 不按照律法 使用陈切饼的事情 是因为 以色列人当中有罪 而大卫代表公义的彰显 如果大卫 已经得到皇位 就不需要求饼 所以 律法禁止人 洩毒性饼 但而不是阻止 好像大卫 有需要的时候 而 所以 祭司 阿希 希米勒 做了一件慈慰的工作 大家看 陈切饼 是欠给神的伙祭 二十四章九节 这饼是要吸亚伦和他子孙的 他们要再胜出色 永远定例 因为 再欠给亚伙的伙祭中是自成的 第二 陈切饼是祭司分别为性的食物 这是分别为性的 所以 所以 就算给大卫 也有条件 大卫不可以接近婦人 大卫就说 我平常都不会乱来的 大卫很规矩的 没有和异性有任何不规矩的行动 何况他说现在是特别的时候 所以他是欠证的 而陈切饼就是阿希米勒 大祭司是对大卫爱心的公益 他见到大卫这个时候有需要 真的很窮发 很饥饿 他有了爱心 就跨越了这个宗教礼仪 你很伟大 就是违反律法的 但是 却施行了神的慈爱 神的恩典 所以 他是在行使更高的律法 就是爱 所以 可以说 他是没有犯法的 但是按照摩西律法 只可以给大祭司吃 是吧 只是给祭司吃 大卫不是祭司 是不可以吃的 是违法的 但是 因为他促行了爱 所以 我们看 耶稣 在 安息日的时候 带 他的门徒 经过 抹田 那时 耶稣在安息日 从抹地 经过 他的门徒饿了 好像大卫 那样肚饿 就 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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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吃 那 没有我 因为是安息日 但是 法律少人 偷看 装他们 就说 你犯了安息日 那 即是安息日 连吃东西都不能吃 吃东西都等于做事 他认为 他认为 门徒 偷吃 这个抹田里面的东西 等于是 收割 做事 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 饥饿之时 所做的事 你们没有练过吗 就是今天我们做的经文 大卫 走难 逃生 逃避 塑罗追杀的时候 带着他的跟随者 去找 阿希美勒 大祭司 他怎么进了神的殿 注意 当时 圣殿还没起的 那应该是 汇幕来的 吃了陈前饼 这饼 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 可以吃的 可以吃得 耶稣都很清楚律法 律法是注明 这些陈前饼 只可以给祭司吃的 唯独祭司才可以吃 耶稣 到属圣经的话 再者 律法上所记得 当安息日 祭司在殿里 犯了 安息日 还是没有罪 你有没有练过吗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在 安息日的时候 祭司是可以献祭的 劏羊 劏牛 那些是献祭的工作 那些就不算罪了 那些不可以说 安息日 你不可以做这件事 他是要献祭的 所以做那些事情 都是分别为性 都是可以做的 是没有罪的 所以 大祭司这个时候 他做了一件事 就算犯了摩生论法 但是大祭司也是没有罪 耶稣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 耶稣在这里用这个 大卫的比喻 但是现在耶稣 有门徒跟随他 耶稣比大卫更大 所以但我告诉你们 在这里有一个人 比喻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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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大卫 入了圣殿 去了这个 智圣的地方 都吃了这个层次饼 但是耶稣比喻更大 比喻更大 比喻更大 然后引用 圣经所说 我喜爱连率 不起爱祭祀 所以神的爱 神的慈爱 怜悯 因怜是大国律法的 你若明白者说 这些意思是不章 没有罪的 当作有罪了 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 所以神才是定安息日的 定律法的主 而律法 神所定的所有律法 最终的精神是爱 所以 这个大祭司 阿希美纳 是因为爱的缘故 打破了当时的摩西的律法 将这个饼 给大卫吃 是黑法的 所以耶稣都拿这件事 来支持 换徒是无罪的 爱安息日做了这件事 因为他们肚饿 要吃 是神的恩典 耶稣爱他们 给他们吃的 好 我们再看二十一章 第七到十二 十五节 当日有扫罗的一个神子 留在耶华面前 就是会幕那里 谁呢 就是耳东人 多亿 但是呢 他真是坏蛋 做素罗的 司务长 更奸 大卫问阿希美纳说 你手下有枪有刀 没有 因为王的事神急 连刀剑 器械我都没有大 祭司说 你在以拉谷杀 菲利士人 哥利亚的 拿刀在这里 果在暴中 放在以弗德后面 你要就可以拿去 随此意外 再没有别的 大卫说 这都没有可比的 求你给我 那日大卫起来 躲避素罗 逃到 加德王 阿加那里 阿加的神仆 对阿加说 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 那里的妇女跳舞昌和 不是指他说 素罗十四千千 大卫十岁的妈妈 大卫将这话 放在心里 甚懼懼怕 加德王阿加 就在众人面前 改变了尋常的举动 在他们手下 假装疯癫 在城门的门线上 胡舍乱话 使脱墨 留在胡子上 阿加对神捕说 你没有看 这人是疯子 为什么带他 发动我子女来呢 我喜缺少封子 你们代这人 来在我面前 封天猫 这人 岂可 尽我的家呢 我们看 苏罗的间谍 多亿 苏罗派一个间谍 去到 阿希美纳 夜华的会获那里 就是 看看有什么人 来 去找祭司 这时候 大卫 找祭司 闭家火 多亿 通风报信 所以 他成为了 撒旦 杀人的工具 他就是 一个间谍 是 素罗的 眼 素罗的眼 来的 其实也是 撒旦的眼 大卫祭司 向 阿希美纳 说大话 就 拿了 哥利亚的大刀 第三 大卫很惨 走投无路 就逃到 加德王 阿吉那里 加德王是他们的敌人 但大卫就是 扮傻 其实是冒死的 冒死的 他走去那里 扮傻 装傻 其实 他是 表示 他已经 没用了 他已经贴了线 给 这个素罗 看到他 跟废人 没什么分别 他希望阻止 追杀他 又被 加德王 看到 昔日 帮大卫 帮素罗 打仗 但现在都 都瘋了 没什么杀伤力 希望这样 就不会有敌意 化敌为有 借着这个瘋 博取 人的同情 和怜悯 戴卫很惨 去到一个地步 要变成狂 变成一个废人 一个傻子 好 好了 我们来看看 一个问题 就是 为什么大卫要寻求祭司的帮助呢 根据《圣经经证读本》的注解 是啊 大卫见阿希美勒 再拿伯见祭司长阿希美勒的三个理由 第一 避免 逃难生活中所面对的饥饿 真是很难肚饿了 就是去投奔祭司 祭司一定有东西吃 对吗 有怜悯的 随不知 没有平常的饼 吃完 陈切饼 哇 陈切饼 祭司才能去吃 但是 大卫去到那里 又得到祭司的名闻 连陈切饼也给他吃 很重要 第二 就是为了得到武器 他拿了哥利亚的 当年他杀了哥利亚的大刀 第三 就是寻求神的旨 希望大祭司 为他祈祷 大卫就开始 这个漫长的流浪生活之前 将一切交托神 在危难的时候 尋求神的祭司长 向他求饼 武器 表面大卫所做的一切 都是尋求神的旨意和带领 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从这里看好像很熟灵 他是武老行 先找祭司 希望祭司为他求神 有神的同在 神的引导 神的旨意 很健成 以神为首 走冷的时候 都想到神 先找祭司 那同时 在那里就得到饼套和武器了 但是 都有解经 从另外一角度来看 什么呢 就是 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他要说大话呢 如果他真的很虔诚 去投奔 带祭司 他是找祭司 就是为了祈祷 去沉入神一支 他就要告诉祭司 大卫 就是 搜罗追杀他 但是他找阿希美勒 似乎没有告诉他 搜罗追杀他 是吧 还说大话 说是搜罗派他来的 说大话 当然 有人 可以帮大卫辩解 辩解 辩护 大卫说大话 是因为 看到 多亿 搜罗的间谍是那些 所以 故意说假话 但是多亿可能都会知道 是吧 好了 我们下面就看 就是 大卫说大话的后果很严重 圣经没有同情大卫说大话 杀方 杀方 相反 因为他杀方 死了85个祭司 圣经说得很清楚 就是 说大话是错的 大卫后来也承认 因为他的出现 令到阿希美勒 和其他祭司都死了 首先我们看 大卫说大话 就拿了这个陈折饼 他 他 和阿希美勒说 王吩咐我一件事 就是 是蘇鲁王跟他说 我妻显你 委托你这件事 不要使人知道 故此 我已派定少年人 在某次等我 就是等于派他 然后第二 就是 问他手下有什么 就 求饼 求饼就求饼 不要说大话 是吧 肚子就肚子 第二 就是 大卫后祭司 说大话 取得 哥利亚的刀 大卫问阿希美勒说 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 因为 王的事 慎急 那宋鲁王有些事情很急 他急得 连刀 劍 戏也没有戴 所以 你有没有 借一把给我 那 可以看 这里 有 另外一个解经 就说 方言必然生出方言来 所以大卫就在阿希美勒面前 一连 气 说了五个方言 第一 王吩咐我一件事 蘇罗说没有吩咐他 是吧 事实上 他就和这个约拿丹 告假 叫他和他的爸爸 蘇罗说 他要回家 去献祭 这件事都是大话 是吧 真的 都不是真事 蘇罗 就是蘇罗 听到之后很生气 实际上 大卫根本不是回家的献祭 是大卫怕他 怕他杀他 当然 这个大话 就是为了 什么 为了 逃生 为了生命 逃生 他诚实和阿蘇罗说 命都没有了 对着恶人的时候 就是 用这个 等于白方 我们说 说大话 都是说白方 这个是说白方 但是这里 他 似乎真的 没有跟阿希美勒说实话 他都是作出来的 蘇罗王没有吩咐他的 他说吩咐那件事 第二 黄说这事 不要使人知道 还要说秘密 守密 蘇罗王都没有 没有说这件事 谁是守密 第三 我已派定少年人 再母次 等候我 蘇罗王 哪个派少年人 要等候他 是吧 谁会派大卫 不是的 是吧 我们今天有 特殊的任务在身 是吧 是吧 是 真的是 这个是 特别的 我有事情 在身要做了 王之事 神急 所以呢 我们 我们 连刀劫 气势 都没有带 好 我继续看 这个解释 就是说 这样他骗取 层次被填跑了 肚子 得了 以前他杀死 哥利亚的刀 但是呢 却惹了 激怒了 蘇罗 酿成了 85名祭司被杀死 和祭司成 拿拔中的男女孩 和吃奶的 牛、羊、牢都被杀灭 这个惨剧 哇 真是灭穿 真是 猪狗族 杀狗族 所以这个 簡直是撒旦的工作 魔鬼撒旦的工作 这件事 赤裸裸地 暴露了大卫的软弱性 那么曾经 啊 何等啊 勇猛的大卫 怎么就这个时候 软弱到这种地步呢 本段中的大卫 惧怕的样子比较多 这就是一种观察 第十节 哪日 大卫起来 躲避掃楼 为什么 因为他惧怕掃楼 十二节 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 慎惧怕 加德王 雅吉 走去雅吉那里 都是有害怕的 大卫用方言 骗取了刀 也表明他惧怕掃楼 那么大卫或者 或者我们 在什么情况之下 容易生巨怕 忘了自己的本质呢 那么我们看 祭司说 你在以拉谷杀 菲利斯人哥利亚的那刀 在这里 果在部中 放在以弗德后面 你要 就可以拿去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 大卫说 这刀没有可比的 求你吸我 大卫为什么觉得自己 对自己有用的刀 是变成必要的呢 那么 在他和哥利亚打仗的时候 打死哥利亚的时候 圣经说 大卫手中没有刀 他不需要刀 都可以打赢哥利亚 这个时候 为什么他需要刀 所以士迪 打死哥利亚的时候 确实没有用刀 而且我们都应该记得 前面一张二十张的中心词 就是耶和华 而在这一张里面 耶和华这个词 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很大对比 现在大卫所依靠的 不是耶和华 而是刀 而是刀 所以这完全是 他当时懼怕掃罗的缘故 后来大卫作诗说 有人扣车扣马 但我们要提到 耶和华我们神的命 二十张七节 这就是刘道迅 从旧熟史的观点 看圣经 这个是具有意思的一种观察 我觉得大卫 在这时候 灵性低落 害怕 走烂 信心导遥 虽然是去找祭司 好像是依靠神 但实际上已经开始 靠人 靠刀 靠自己 是吧 是吧 还有呢 说大话 就是 他为什么要欺骗 这个 大祭司 阿希比勒 如果他说实话的话 阿希比勒 不是去走烂 逃避 被掃罗追杀 都不至于防 防都没有 防备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他信大卫 又不知道 原来掃罗 是要杀他了 哈 那我们看看大卫 呢 后来呢 就 啊 看到 曹罗 杀了 阿希比勒 一家 是吧 而当时呢 就 呃 他的儿子 阿希特的儿子 阿希比勒 有一个儿子 他的儿子 叫做 阿比阿他 走掉了 走到大卫哪里 那 阿比阿他 把 曹罗 就是说大卫 为什么要说大话 啊 骗这个 阿希比勒 就想 就是 被 这个 多益 啊 希望多益 不要猜疑 不要去 通风报信 就是他已经看到了 他一定会跟 素罗说 那他呢 可能呢 就是说 素罗 啊 派他来的 但是呢 这个也未必说得通 因为呢 戴卫见到这个多益 他知道是素罗的人的话 那他 啊 他 啊 他说大话 那就 更加呢 就会激怒这个素罗 是吧 是吧 所以呢 就 戴卫呢 他知道这件事了 他说 你负的全家丧命 都是因我的缘故 啊 就是他都觉得 自己有错 因为 当时 没有 告诉 祭司听 素罗要追杀他 那麽 祭司可能呢 就会 心里有准备了 嘛 是吧 那麽 那麽就 你可以 住在我子女 不要惧怕 因爲 索 你命的 就是 尋索我的命 你在我子女 可得 保存 啊 那麽所以呢 那麽呢 啊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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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麽 excellent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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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發出上香蕊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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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这就是魔鬼撒旦的工作 撒旦的诡戒 撒旦的黑暗 这是一个熟灵的争战 所以大卫面对这场熟灵争战 虽然信心是有动摇 虽然是很悲惨 甚至是扮爹 但我们看到上帝依然有恩典 保守他 与他同在 与他同行 好 我们今天最后就到这里 愿神似乎比利 俩成了 你怎么说 不放晾 快点 孩子 肚子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